刚开始来的时候就开始给我煲汤 然后就走了 走完之后又来看我 然后光是一个圣诞节 他就早上飞 去参加完活动 晚上再回来陪我过圣诞节 因为我说了一句 圣诞节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小的时候就爱过圣诞节嘛 而且是就是特别 特别累 然后呢第二天又得走 哇 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然后后来就是 应该的应该的 走完了以后 他去工作以后 我就发烧了 发烧他又来陪我 然后我在医院整整住了五天 然后在那几天中 他一直睡在冰床上陪我 然后我四五天没洗澡 没洗头 他也没洗 就一直陪着我 就特别狼狈 头发也打柳了 然后就那几天 就一直在陪伴我 所以没有他 我那一戏可能坚持不下来 我们拍的是苏琪儿 我还想问你脸脸 会不会就喝了你的汤住院的 那我们听你的汤里有什么 有蝎子是吧 有狗旗 狗旗桂圆 补雪的补雪 那个黄豆 黄豆 对 然后还有那个人参 就反正那时候太补了 你知道吗 太补到后来我就 牵上太多火了 就别太大了 是吧 不是 就烧火 然后就开始刮沙 然后后面全 就会给你一块儿了 就会给你一块儿了 谢谢观看